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一些热带海岛的 每一个海岛它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 比如说巴厘岛 它是世界冲浪的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我去潜水的话 我去过最漂亮的地方 是马来西亚的香美娜的斯巴丹 它有一个水母湖 它里面的水母是粉红色的很漂亮的 所以说每一个海岛它的特征都不一样 来 女生们喜欢哪些热带海岛 2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叫丁雨婷 莱三辉 然后我也是一个有着自己珠宝品牌的美业老板 我的爱好很多 其中有一个就是旅游 她去过好多地方我都去过 仙本纳的海岛还有巴厘岛 还去过希腊的圣托妮妮 然后我其实有一个小愿望 就是希望以后可以跟着我的男朋友一起去旅游 在最美好的时间 最美好的风景里面有你可以陪伴的那一种 对 这个就是我在仙本纳的那个岛上拍的 好漂亮 3号 大家好 我叫菊涵 我来自海南三亚 其实我就是一名重浪教练 我非常喜欢户外运动 有冲浪啊 潜水啊 我唯独 我真的是不会游泳 想问一下你 可不可以我教你微博冲浪 然后你教我游泳呢 可以啊 没问题啊 有空可以来三亚教我玩 好的 冲浪教练不会游泳 就是他有信心绝对不会掉下去 好 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他在伤心的时候总是喝酒 你的前女友一不开心就喝酒啊 他开心也喝 所以我说但凡爱喝酒的跟开不开心没有关系 他就是爱喝酒的 来 我帮你问一下 我最爱问这个 台上爱喝一点的女生 举手我看看 你自己看一看 以前我告诉你 12年前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台上举手 两三个而已 还羞羞达达这样举手 现在我一问 哗 20个人都这么举 怎么办这个问题 因为是这样的 如果人在不开心的时候 他的情绪会低落化 饮酒会过度 对身体第一个不好 第二个来说女孩子喝多的话 其实对自己的安全很 就是 懂你的意思 24号 男嘉宾你好 你前女友是不开心的时候就喝酒 在我看来 他可能是对于自己心情的一个调解方法 对啊 我想知道的是 你在恋爱中 你女朋友不开心了 你会做些什么举动 调解她的心情 帮助她不去喝酒呢 我会做她喜欢吃的菜 要不然我们就一起去看个电影 那么多菜都不喝两杯啊 做她喜欢她开心的事情 直到她开心为止 我会陪着她 看低脚片子 雪山 湖泊 一缕阳光 梦中遥不可及的山川和古镇 画作触手可及的风景 你好 丽江 我是万超强 2015年 离开广州 只身来到丽江 选择了民宿行业 踩过坑 七年打拼 从零开始 终于 曾经的行业小白 站稳了脚跟 在广州经营服装直播行业 同时 又有四家属于自己的民宿 设计是一家民宿的灵魂 民宿里的一砖一石一瓦 都是我的心血 细节就是提升居住幸福感的关键 欢迎来到我的民宿 这棵树 你们看到这棵树了吗 这是我当时亲手种它的 如果你们也喜欢安静 我会推荐你们来我的小木屋 走 带你们去看一下 这小木屋 你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 没有电视 也没有投影仪 在这里 你可以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 私人空间 当然 如果你想临近真正的大自然 那就来我的星空帐篷营地吧 运龙雪山脚下 天天鸟鸣 玩玩花香 这就是真正的生活吧 我还准备了一份惊喜给大家 在这里 你们还可以喂一喂我们可爱的小鹿 来小鹿们开饭喽 来来来 不要抢不要抢 来来来 看到这个我眼睛了吗 立天的星空很美 打开窗 这是漫天的星辰 不过如果你是我的女朋友 我还有一条手你的专属服务 我热爱厨艺 喜欢菜场的人间烟火器 买菜做饭 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刻 如果你来 我会做自己最拿手的猪肚包鸡 让你大包口服 立江今日多云 天气请好 我在这里等你 大家或多或少都住过民宿吧 分享一下你们住过的民宿的体验 无论是特别好的或者特别不好的 变秋月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出门旅行去旅游 我从来不喜欢住酒店 我只喜欢住民宿 我到这个城市去旅游 我去住他们那边的民宿 我也是可以感受到 当地的一个分土人情 以及这个人对于他民宿的 这样的一个诠释 而且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三十多岁了 可以跟我未来的老公 我们在立江开一个民宿 我们每天在里面做做饭 和我们的客人一起去分享美食 然后可能再喝一点小酒 这个就是我最理想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23号 大家好 我是23号女嘉宾 我叫张薇来自江苏南京 然后从事的是房地产行业 非常开心今天遇到我们的男嘉宾 我想说的是 其实住在哪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陪伴你 一起去欣赏美景的那个人 而且你说你喜欢烹饪美食 那我会做一个南京非常有特色的 南京小龙虾 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够亲手做给心爱的人士 一定要尝一尝我们的南京特色小龙虾 可以 你们南京的小龙虾还是好吃的 你在立江有几家 就四家是吧 我在立江有三家店 大理一家 这是你的 对 这是我的店 这是立江的店 好漂亮 这是星空帐篷 它就在那个月龙雪山下面 就是环境非常好 你这个看完 我感觉变秋月的人生理想 就差一次牵手 给你牵完了 它全实现了 这个是不是有季节的要求 它冬天会比较冷一点 然后其实我比较推荐是春天或者秋天去 因为夏季是雨季 这个就是秋天 初秋的时候就很漂亮 好美 对 然后晚上的话 这个是之前我的客人在这里拍的 用相机拍的 好浪漫 3号 你好 男嘉宾 刚看到就是宁静的民宿 可以去喂小鹿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客人自己带着宠物 是不是也可以入住你的民宿呢 我们民宿是可以带宠物的 那如果我的宠物有一点大呢 你是骑马去的吗 不是 我的宠物是一只羊鸵 有多大的羊鸵 你比划一下 你岁四个月差不多跟我一样 对 一米二比我矮一点 比一米三 好大只 他跟我们住一起 然后他可以在我房间里 也可以在阳台 所以能不能以后就是带羊鸵 去你的民宿呢 男嘉宾 可以啊 没问题啊 因为我那个 在丽江也有羊马 有多少人有过念头换一个城市生活 如果没有那么多现实障碍的话 5号 我比较喜欢去厦门 因为去厦门旅游的话 一下就爱上了那座城市 然后我也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当时回来 为厦门写的一段话 如果再去厦门的话 我想去黄厕看日出 再去厦波尾和下午茶 然后沿着芙蓉隧道 穿过美丽的厦大 当我提着行李箱 要离开厦门的时候 抬起头 我才发现 美丽的环岛公路是厦门 给我最后的礼物 然后如果下次去厦门的话 记得去兰卜托市还原 希望所有的朋友 都可以一直平安喜乐 所以我当时就是 特别用心地记录了这座城市 一看就是一个人去的吧 15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15号女生杨晓晴 今年27岁 是一个餐饮店老板 我也是不胜涂长的广州人 然后呢如果是给我选择的话 我就会选择在广州 因为广州就是生活很惬意 所以我就喜欢待在广州 第一次第一次来 还是第二次来呢 我第一次来啊 难怪 她要是第二次来 我就觉得奇怪 你看这样的口音 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吗 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是 你想不想生活在别处 她的答案是不去 就此地很好 哪里都不去 21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刚刚看你的那个VCR里面 看到很多就是你那个做菜的图片 就是没想到你这个做菜这么好 然后我是就是自己做菜的时候 是喜欢在最后一步淋上锅边醋 而且特别适用我们的这个 恒顺香醋六年成 它不仅可以增香脾胃 而且有益健康 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做菜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呢 做菜啊 我觉得做菜怎么说是一种天赋吧 我个人觉得 哇 这是男嘉宾做的吗 对 这真的是一种天赋 这个 我个人觉得是一种天赋 各种氛围都有 还有白酌的香肠圈乐菜系 我是山东人 我是做卤菜比较拿手的 你是山东人 对 我是卤菜比较拿手 然后做粤菜跟川菜也还可以 哇 你做这样的菜还要求女朋友不喝酒 真是太难为人了 就是他本来不喝酒 看到这么多菜 要不我试试喝一点 好 来看下一条片子 你能接受恋爱中的那些安排吗 我叫我过一个有点霸道的女生 给我出去玩呗 不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我不管我都定好了 只要他需要 我必须无条件地陪他玩 一次旅途中他把计划拉满 下了飞机去酒吧 行程结束又去酒吧 又去酒吧 深更半夜还要去酒吧 什么 在我看来啊 旅游就是应该轻松愉快的 我可以迁就着你 但不意味着 我一定要惯着你吧 旅途结束 我们的感情也走到尽头 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女孩 我被她的才华吸引 最终 我们变成了恋人 也变成了生意合伙人 但慢慢地 我发现她在工作中 越来越强势 我和她沟通事业上的分歧 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 还卖掉了房子 这是她的决定 朋友都说我有点傻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 一起努力的事业 男人嘛 应该多付出一点 后来我发现 她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女生 对于我身边的异性 总是很敏感 甚至要提出和我交换微信 在我看来 即使是夫妻 也应该有自己的隐私和空间 所以我拒绝了 但她常常使用激将法对我说 你不给我密码 是不是心里有鬼 情感上的束缚 经营理念的不和 我们渐行渐远 我提出了分手 在未来的感情中 希望我们能够彼此信任 足够的信任才能让关系更加长久 相爱的人陪伴在身边 就是幸福的 玉龙雪山很美 我在这里 你会来吗 看了这条片子 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她 为什么那么不太喜欢女生喝酒 她喝到什么程度呢 她是天天顿顿都要喝呢 还是一次会喝很多 我觉得她经常会喝酒 一个礼拜七天的话 她得喝个四五天 而且她酒量不好 她一喝酒就会把自己喝醉 然后就很醉很醉的那种状态 这个确实不太合适 14号 大家好 我是14号女生 然后我叫何小盈 也是来自广州的 然后我现在是从事人事职员 然后我是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是更加建议女朋友喝酒没有量 而不是建议她喝酒吧 差不多 其实跟朋友聚会喝酒 是一件比较开心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懂得这个量 你不能说你喝一斤白酒的量 你去喝一斤半 那就断片了 这个事不光是对女生 对男人也一样 爱喝点酒的人很多 都要控制在自己 不要失态的那个肚里面 是吧 11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看你的VCR里面 就是你的女朋友疑心病很重 但是我觉得她疑心病重 是因为她太喜欢你了 是你做了什么事情 就是让她很没有安全感吗 所以她会这样子 其实也并不是 其实也并不是 因为怎么说 有的时候她就会问你在跟谁干嘛 其实我都会给她看的 但是我给你主动看就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偷偷地看或者你干嘛的 这个是属于盗窃别人的隐私 我不喜欢 但是如果我主动给你看的话 这个就没有什么 王文文 男嘉宾 你好 我叫王文文 然后来自于江苏徐州 我特别能理解男嘉宾的感受 因为我之前谈的每一段感情 他们就是莫名的疑心病也很重 就拿我前人来说吧 我跟她交往两年期间 她把我手机翻了底朝天 但是我连她手机的锁屏密码都不知道 然后甚至可能说会把我手机 就是四五年前所有的购物记录 都会翻出来并打印出来 然后其实也没有做什么 就是也给够他们安全感 干什么也会跟他们说 但是就是莫名的多疑 有的时候就可能真的是不合适吧 其实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块 这个信任度是相互培养的 我觉得你已经做到很极致了 但是这个可能是他的原因吧 我个人觉得 刚才发生了什么一下面这么多 就是在聊看不看手机这事 感觉 这个看不看对方手机 无非就三种情况 一种是一定要看 一种是不要看 一种是可看可不看 没有哪个说一定对一定不对的 但是呢其中最糟糕的一种 就是我要看你的 你不能看我的 我还想说一下就是我前任的话 就是我不会去窥探别人隐私的一个人 但是如果我不看他的话 他也会没有安全感 他会觉得我是因为不爱他 所以不去查他 分手 分手就对了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是希望你的另一半是 适当地去询问你一些事情 还是怎么样呢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主动告诉他 而不是让他去询问 最后一个问题2号 终于到我了 真的我觉得你是我的心中的那个 制腿男生 你的两段VCR让我感觉你是一个很浪漫 很有仪式感 然后虽然有点大男子主义 但是是一个细腻的人 我想告诉你我也是这样的人 就是在前两段我觉得你的前女友 或者是你认为他们可能会有点霸道或者强势 你还会再建议就是跟这样子的人相处吗 因为我也是那样的人 但是我会给你足够的空间 我会非常尊重别人的隐私 因为我也不喜欢别人看我的手机 我能接受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相互理解 男生我觉得 他肯定是会照顾女生的情绪多一些 所以说这些东西对我来讲 其实都不算什么 我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你第一个出场出来的时候 我是有点激动的 然后看到你两段VCR之后 我是心动的 我想问你对我有心动吗 如果没有我就没疼 我很难受 这种话是不是要霸道和强势的提问 我建议你不这么问 因为还有另外两个女生留灯 她的这个回答你会让她非常为难 我说回来我可爱一点 第一眼看到你很激动 现在了解完很心动 我希望你对我可以保持心动 这就好多了 好的 谢谢 谢谢 现在留灯的是2号 3号 23号 来 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 有请2号 有请2号 来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选好选恒顺 恒顺香醋六年沉 恒顺香醋六年沉 为您揭晓智催女生 16号 彭瑞 开朗活泼 谦虚有礼 温和耐心 热爱运动 充满活力 生活当中在意秩序感 追求舒适平和的生活状态 感情里非常地会疼人 脾气超好 乐于付出 而且包容有爱 不惜冲突 女生知书达理 端庄大方 温暖有爱 有好胜心 感情当中非常在意彼此的 精神连接 理性而且慢热 乐于付出 在意仪式感 两个人都是对待感情 非常认真的人 男生热爱生活 会带给女生 很多精细和生活的体验 女生积极上进 知性温柔的性格 也会让男生觉得很安心 供两位参考 好 来看四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张薇 会烧菜的美食家 被事业耽误的美少女 想要这样的你 你选一个 想要这样的你 三 希望你是一个可以和自己一起热爱生活的人 希望你能保留一些天真和浪漫 相信我们可以互为依靠奋斗出美好的未来 因为我是做地产战略投资的 然后工作也相对是比较稳定 而且是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上升的趋势 我觉得两个人如果在婚姻生活在一起的话 一定是能够共同承担生活 我们一定是互为彼此这样的一个依靠 我觉得一个家庭当中不仅仅男人是女人的依靠 其实我也可以是你一个坚强的后盾 如果你觉得在外面压力很大的话 放心 还有我呢 李嘉欣 无辣不欢 我的坚持 我的近期歌单 我的坚持 片条片子 最初学舞蹈 只是妈妈想让我提升一下气质 没想到却成了自己长久的坚持 并逐步发展成了事业 也带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最擅长的是国标舞 未来打算继续发展我现在的事业 希望未来的男友也能支持欣赏我的爱好 彭瑞 我与保龄球的故事 我的爱好 我的小宠 我的爱好 二 喜欢唱歌 因此学了吉他 但是吉他没学太好 被选成了主唱 在乐队里唱了五年 丁雨婷 力所能及的小事 和你一起看世界 朋友眼中的我 和你一起看世界 一个人跑了很多国家 也去了很多城市 但没有一个地方 是跟男朋友一起去的 希望接下来的风景 可以有另一半分享 最后一个问题 问他们四个 你觉得两个人出去旅行什么样的还是最浪漫的旅行 住他家民宿呗 换着住 来来 赵薇 我觉得应该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因为平时真的是工作比较忙 我为什么希望另一半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就是我突然间有的时候在回忆 我们奋斗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到最后还是归于能和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不管贫穷还是富有 不管健康还是疾病 我们都能够去共同携手相伴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觉得去哪里不重要 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去共同寻找我们的诗和远方 谢谢 就是我跟上一位女生的有点相似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我的男朋友 我跟他一块出去 不管到哪里我都会很开心 因为我比较慢热 然后我特别希望就是和男朋友一起 不紧不慢地去进行一段旅行 我觉得最浪漫的 最舒适的 就是不管去任何地方都不会让你有陌生感 就是把我们的家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对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择中间两个女生有可能会拒绝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想清楚你的决定是 我选择 走过去就好了 走过去吗 太好了 对 好 谢谢 说起之我的家宾 获得了有港人事蛋糕吃的浪漫海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